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17日 刚才看到新华社的有一篇报道 谈到上海成立的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给大家看一下 这真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已经有了上海新访办 新访办的主任 也见任着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主任 叫王建华 一看就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这个换摊不换摇 这个又增加了一个牌子 就是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这是感到滑稽可笑 你想有新访办 还有这个法院 那为什么不能秉公执法 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为老百姓服务 这个老百姓反应的问题 应当及时的解决 解决不了 特别的洞窃问题 上海维权的这些裁欠户 非常激动 非常生气 以前在网络上经常看到 上海访民到北京 上访 遭到危罪堵截 甚至关到黑监狱 等等一些新闻 那么在这一方面 践踏人权的这些报道 这个可以这样讲 上海在全国是比较多的 那么滑稽可笑 就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现在又是在一个非常时期 竟然成立了一个人民建议政绩办公室 这实际上表示一种姿态 什么姿态呢 就在这个危难即将来临的时候 上海市委书记理下要 这个低低头 要事实弱 要显示一点 就是说这个柔情和包容 所以才搞这么一个部门 就非常有意思 说是还搞了一个隆重的接牌仪式 成了笑谈了 17号说是人民建议政绩工作 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转型升级 这都是花架子 这就像什么呢 以前是打压老兵 老兵从云南开始威权 主要是越战老兵 因为退伍以后 生活保障成了问题 所以非常生气 从云南那边开始到浙江 然后到山东 然后到北京 一直不解决 最后把这些骨干力量 全部关到监狱去了 好几个人判刑 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讲到了 结果现在看到人家美国 现在把这航母 开到你家门口了 就习近平这个团队 现在感到恐惧了 赶快讨好老兵 又发什么 抗战70周年的纪念章 又是什么 这个应急办公室 应急部 开始招手 解决这个老兵的 这个抚恤的问题 这个救济的问题 这个等等 你就可以看出 他们是什么 这个实用主义者 一看灾难来临了 就开始想想办法 缓解缓解社会矛盾 不过本人认为 就算是这个李强 这个造假 搞这套虚的 夸张的宣传 总之还有点 就是这个 这个大方向还是对的 就是什么 还想和老百姓 现在要缓和和关系 他知道任何社会矛盾 太简粒了 堡垒是最容易 从内部攻破的 不要想想 现在是五十年代 抗米元朝的时期 共产党一身零下 毛泽东指引江山 这个包括我老爸在内的 这些年轻人 就扛着枪就出发了 那种情景不会出现 你想美国 为什么制裁中国的高官 就是因为高官 有财产在美国 包括韩正 韩正是典型上海班 一个大贪官 他在海外的财产 我相信他素食一样 不会少于这素食 情妇私生子一大棒 所以说 老百姓知道这个情况 怎么可能给你卖命 这李强现在看来 挺着急啊 就搞了什么呢 据这个报道讲说是 搞了市委领导信项 市政府领导信项 投诉受理信项等等 搞这么多花家 有什么用 本人就试过国内 那个网站 都有领导信项 我曾经也试着 就发过去的一个信息 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 纯粹是忽悠老百姓 所以说 但是他们还是 这个厚脸皮啊 忽悠要转型升级了 这次就升级 还提出理论来了 叫什么呢 叫这个整合资源 打通渠道 拓宽平台 叫一网通办 一网通管 这个上通天线 下接地气啊 如果是真达到 这个水平的话 那上海东千后 就不用到北京沙发 那么多 这个遭到打压的访命呢 我看到好多人 这方面的报道啊 真是令人心痛啊 再看这些官员 搞这个花家 一直感到可笑 你想你只要把上海这个 法院能够独立的司法 就把这个事情办好啊 也就党不在干预司法 党不管司法 司法管党 司法能独立的啊 这个秉公之法 给老百姓做主 我相信 根本用不着成立什么 人民建议争取办公室 是不是 你看人家拿大美国 这是 你说美国可能还是有一些动荡啊 有一些这个骚乱 你看加拿大整体上 那这是国泰民安 什么过得太安逸太好了 哪有什么人机人民正气办公室 人民拿选票 用这个选票选出领导人就完事了 选完之后 你必须被老百姓服务 不服务也不行 那么在这个官媒发表这个新闻 同时就像具有嘲讽意义是 又发生了一个新闻 给大家看 这是海外网站报道的啊 武汉市政府门前 发生了大新闻 今天啊 一位这个非常这个 坚强勇敢的武汉女子 愤怒的啊 把这个市政府的大牌子砸碎了 我给大家放大点看 这个牌子砸到这个城堂里 暴弄啊 拿着斧子到市政府来提借砸碎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张照片 属于这个这个PS的 有没有可能是假照片呢 估计根据网络的消息讲不会 说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说照片看不出明显的P2 这个P图的P图的痕迹啊 左下角 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字样啊 显示什么呢 很可能是小米的这个手机啊 这个轰鸣7手机拍摄 我对手机没有研究啊 我不知道这些知识 这些参数 技术参数 是怎么搞的 反正我认为啊 这个 这张照片很可能是真实的 你看旁边还有三个 这个警察啊 有便衣警察 还有穿着直服的警察 那就守护在市政府门前的 阻挡老百姓上访的人员 我一看就感到这些动作神情 穿的衣服都是 这个耳术能详啊 都非常的 就他 就非常的这个 这个实在啊 我记得那时候大电视政府门前 就放了这个 在这个市政府的左边 靠法院这边啊 就放了一个这个小探庭 那个探庭里边啊 坐就是警察 旁边有个牌子是 大电视信访办公室啊 以前在那个 魏富海担任这个市长 那个年代啊 算是 比较好 老百姓上访的时候啊 完全可以 就是没有什么顾虑 就可以走进去西方办 甚至你到市政府去 找领导啊 办事啊 这个 只有一个门卫的 一个老大爷 他公公邀 非常的碎老 但是 就还是比较认真 只有他问一问 你干什么 你搞的我去 办什么事 就让你进去了 到了波显任年代 开始了 变成与人民为敌 就开始搞了这个小探庭啊 就这个 排出所就进驻 这个市政府的大院 附近啊 就开始打压老百姓了 因为 因为这个红二代啊 就拨起来 在大连就贪腐 就非常的疯狂 和他老婆搞的这个 所谓的开脸 又是市务所啊 两个人囊括了大连 所有的啊 这个招商 这个咨询啊 房地产开发 这大的生意 都到他们家族啊 及其嫡系 就受力了 所以这个 警民的矛盾非常建立 所以到他那个年代 就开始打压老百姓了 开始对访民进行治理啊 那么这个 市政府旁边那个信访办 你就不能随便进去了 进去呢 经过层层的 这个审查啊 这搞不好就给你管道 看守所里去了 所以说 这武汉市政府门前啊 也是这样 我认为 这个完全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呢 你想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泛滥自出的时候 多少武汉的老百姓 死得心得不毒啊 昨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讲到了啊 那张海的爸爸 到现在起诉这个政府 但是没有人手里啊 还遭到这个公安的 这个恐吓威胁 不让他起诉啊 此外前不久还有一个 河南的一个女的律师 到武汉去拍了张照片啊 就是在这个殡仪馆 门前排队啊 这个政府发三千块钱 然后让你闭嘴 去领取骨灰盒的情景 律师也遭到了打压 你想 肯定是隐瞒了 疫情很多当中 不为人知的所谓秘密啊 包括死亡数字啊 和这死亡的这个情节 细节等等啊 冤民沸腾了 你想 这个疫情 刚刚完了 现在就洪灾啊 你看前段时间 根本没有人理睬洪灾啊 老百姓遭受那么多损失 只等习近平开了会之后 又开始忽悠了 失业 这个朝也来了 所以老百姓肯定有一戒 那没有一戒吗 那武汉的这个女人啊 据说是性格非常刚烈啊 火爆的女汉子啊 这个女汉子 据说就到政府门前 就挥起了斧头 就把这个政府的派 整个砍掉了 三分之一啊 据说是今天网上消息讲说 市政府大门的门柱上 武汉市人民 武汉市人民政府 白色门牌的民政 这个两个字 只剩了半边 福字也带着很长的花痕的地上散落着门牌的碎块 这说明是真实的啊 那么说是这个女子呢 干了这个举动之后啊 立刻被警察抬到这个市场去了 估计可能进到礼拜以后 肯定要这个对他进行这个恐吓威胁啊 搞不好是不是这个要这个心虚逼宫啊 甚至判刑都有可能啊 这很难讲了 过一两天收集有消息啊 于是网上一片这个欢呼啊 有很多人对这个武汉女子啊 表示点赞 甚至又称的是 亲国大丈夫风惯 心内囚警等等啊 本人认为 这个是表现了 武汉一致湖北老百姓的民意和民怨 那就联系到刚才我 开头讲的这个新闻啊 那么英勇是水 英勇过去是上海是湿 你想上海市人民政绩办公室 现在搞这个画家子 和英勇有没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 以前英勇在上海 就是担任了多年的法院院长 那么在他这个主持下 法院审理的案件 特别是有关动签的案件 难道是公正公平公开的吗 如果公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访命呢 我上海的访命数以千计 甚至数千人啊 这个经常在这个政府门前就是聚集啊 包括到北京去啊 这个上方 遭到这个打压等等 遣送回来的 官员到看守所里 死在监狱里面 我看了好多好多 触目惊心 英勇有没责任 有责任吧 是不是啊 那么英勇到了湖北 搞了什么 搞了这个 做了一些应当讲 做了一些工作 你不能说他人家一点工作没做 但是主要还是靠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小组长带领这个 这个 带动这个孙孙兰 孙孙兰呢 踏踏实实啊 我们原先打联市的市委书记 东北老大 在那个地方 干了三个多月 最后终于 算是把这个疫情控制住的 但是到现在 每次你看 这个武汉的地方 市委书记马国强 没受处分 周先旺 市长也没事 为什么新闻不敢动他 因为他们两个人 讲出大实话来了 当务这个疫情啊 隐瞒疫情真实情况 就是一尊 不是别人 所以你没有办法 治理人家周先旺 得罪不起 你再看蒋超梁 省委书记 肥头大而痴的 也不敢争事 在那个地方也是 春节不但 不但搞团拜会 还搞什么 文艺表演 有一些老百姓啊 有些演员 已经患上这个 新冠病毒了 还要演出 所以这种情况 确实是太冷血 太不像话 但是你想 这个生长呢 王小冬也没受处分 蒋超梁更没人敢动他 为什么 他是王岐山的底细 王岐山的面子 习近平肯定要给 你就想想 这些贪官无力都没有成处 没有人为武汉 湖北老百姓做主 他们能不生气吗 此外你想武汉 出了这么大的疫情啊 全世界都知道 一分钱没给老百姓补足啊 加拿大这么远 加拿大疫情 每个人是两千 如果你低收入都有啊 除非你很富裕啊 那另外一回事 美国也是一样 你不要说 美国疫情严重啊 死了十多万人啊 失业 而且又骚乱 但是美国的老百姓 拿到来补足一千两百美元 每月啊 想折成人民币多少钱啊 所以不要听共在那儿忽悠啊 结果呢 王宗林 武汉市的市委书记 净荒唐的要求老百姓感恩 自己都不好意思啊 所以怎么能感恩呢 所以人这个灰的斧头 把你牌子给砸了 就是最好的感恩啊 为什么人们生气 你是欠一个道歉 最起码要道歉啊 这个犯下这种 其实这个武汉协议冠状病毒 造成全世界的公共危机事件 已经被美国列为什么 列为一个反人类的罪行 人家要罪责 要这个索配啊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你想这个中国还在隐瞒这个疫情 反倒把这个原因呢 归于是美国给美国大病啊 在武汉运动会给人家传染传染的 纯粹是胡说八道 你想如果说美国传染 那美国就同时几个城市爆发了 你不可能就在武汉一个地方爆发了 对不对 现在一看 得罪不起美国了 我看今天新华社又变调了 变成欧洲 来源于欧洲啊 欺负你欧洲小国 你不论怎么去编造谎言 你必须承认 武汉曾经是宗载区 你宗载区把老百姓护护这样 这个女子为什么她砸牌子 她不砸这个别的城市的牌子 自砸你武汉 就是你你该砸 是不是啊 这象征了什么 象征了社会矛盾非常深 到了临界点 爆发的临界点 欲物深处听见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贵州大坝的司机 把这个卡车 把这个大坝开到 车子开到这个水库里 死了素食人 那不就是因为呢 社会矛盾呢 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 社会有困难的 底层老百姓的心里 没有得到负费 所以说李强搞的 所谓人民建议 这个办公室啊 这个政绩办公室啊 显示了什么 显示了他们的恐慌情绪 的确是像网上讲到的 大革命的时代即将来临 你真正美国真要和你 鄙视鄙视的时候 到那时候两面人 就变成一面人了 人这个砍牌子 这个妇女会做出什么举动啊 是不是老兵会怎么样 低端人口会怎么样 就是非常危险的 我早在这些事件 发生之初的时候 就建议啊 这个一尊要进行改革 他们不听取啊 终于靠到了今天 所以说 这个武汉的女汉 女汉子啊 这个砍碎的市政府的大牌子 是一个大变革 时代即将来临的 一个什么 一个标志 那么今天的海外旗探节目 即将到来 非常即将结束了啊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